G7峰会在19号日本举行 同时间中国也举办中亚峰会 习近平跟中亚国家的元首会谈 地点挑的蛮有意思的等等告诉大家 另外俄乌战争的部分 乌克兰有机会拿到F-16战机 拜登政府似乎愿意开绿灯 不过我们现在看一下G7峰会 在日本广岛正式开幕 不少国家领袖都有出席 从欧盟的理事主席到意大利 加拿大 德国 还有英国 当然还有美国总统拜登 都到日本广岛参加这场盛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G7发出的最新声明 针对俄罗斯严厉谴责 说会瘫痪俄国的战争机器 而且还要求客工要无条件的撤军 那么G7峰会之前 其实岸田文雄分别会谈了英国 德国跟美国的领袖 跟德国其实就提到重申基于规则 所以要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起维持世界和平 那跟英国的部分是重申台海和平 让英国的航母重返印太地区 跟美国的部分除了讲到反对改变台海现状 还提到对俄罗斯的制裁 台海和平也纳入了G7的声明 当然也是让中国跳出来说话 王文斌就说 每日掏空一中原则 如果台海紧张 那他们就要负责任了 这个议题是在挑衅玩火 那么G7峰会主要成员国 就包括设上最有钱的七个民主国家 像德法 美国等等西方国家 可是今年又另外邀请八个国家的领袖参加 来扩大谈判桌 其实也是因为国际秩序迅速的改变 我们就来看一看全球GDP的占比 像中国的部分 它的GDP2021年就占了世界18% 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占了24% 但是中国紧追在后 而日本的部分其实只占了5.1% 德国跟其他的国家远远是被抛在后头 显然现在就是中国跟美国领导全球的经济 所以这也让岸田文雄邀请到澳洲 印度 巴西 韩国等等其他的国家 甚至还有非洲跟太平洋岛国 希望可以抗衡中国还有俄罗斯 拉拢全球南方桥梁 如果G7重心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的话 日本其中的分量跟地位就会得到非常大提升 也重回外交舞台 那么这次G7舍地点在广岛 大家就很好奇啊 日本这么多地方怎么会选广岛呢 其实是有玄机的 G7第一天岸田就带着这些G7的领袖 来到了原报资料馆 媒体立刻提问说 是希望美国总统对于过去的历史 在美国在广岛设下原子弹道歉吗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立刻否认说 No 其实广岛是唯一遭到投掷原子弹的国家 导致说有七万人死亡 会把G7领袖带在这里 有专家就分析说 应该是俄乌跟南北韩的关系紧张 就怕再次出现核威胁 除了德国之外 G7的国家几乎都是有核武器 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国家 哪些国家是最多的 目前美国有1419枚 然后美国其实跟俄罗斯是不相上下 那么外国 外界就预测中国在2035年 就会来到1500枚的核弹头超过美二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过去是最惨痛的经验 因为广岛这个部分 所以日本就有核三部 不拥有 然后不制造 不引进 所以把G7领袖带到广岛 因为岸田就希望可以表达日本对于无核世界的诉求 同时也要设法解决现在核武的现实问题 那么G7在日本举办 中国也是不甘示弱 在同一天 19号 陕西西安就举行了中亚峰会 参与的国家包括哪一些 像是有乌兹别克 还有塔吉克 哈萨克等等的五个中亚国家 峰会上其实习近平也提出四点主张 说世界需要稳定繁荣通联的中亚 四个坚持坚持守望相助共同发展 还有八个建议就是加强建设拓展经贸 当然也不会让这些国家空手回去 所以习近平就提供中亚国家 大约是台币一千多亿的资金融资跟无偿的援助 当然在峰会上 习近平也不忘陆续的提出一些一带一路的想法 对于吉尔吉斯的部分 他们就承诺说会加速推动 中级乌铁路 但是回报就是希望对方重申一中原则 那么哈萨克部分就评估要盖第三条跨境铁路 当然回报就是你要承认 就是中国就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那么对乌兹别克来说 中亚铁路集装箱运输 那么回报就是支持一中 还有对塔吉克就是要盖一个经济交通走廊 回报当然也是一中原则 那么中国给的这些承诺 其实也是看上中亚的经济潜力 跟天然资源非常雄厚 哈萨克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又生产国 而其实又是可以拿来做飞弹等等的 也是生产石油的大国 那么塔吉克的水能就占了大约是全球5% 那土库曼是第四大的天然资源国 而乌兹别克的出口是棉花大国 所以中国就把这个一路向西是有原因的 那么这次中亚峰会习近平会选在西安举办 是因为西安是古都 也是中国的千年中心 那么古代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更是他年轻下乡时的舞台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现在的丝绸之路就是一带路 是要由习近平一路来带起 摆明就是要跟西方国家互别苗头 那么中国找中亚这些国家 其实都是跟俄罗斯蛮好的 可是俄罗斯的角色今非昔比了 中国成了中亚唯一可以依靠的大国 那么这一场峰会就俄罗斯成了非常尴尬 又不好意思讲明的房间里面的大象 看得出来北京正在主导全球的一个新秩序 那么中国跟西方国家隔空较近 针锋相对意味也非常浓厚 双方亲切寒暄 尽管飘着明明细雨 依旧交不齐G7领袖的热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担任东道主 欢迎G7领袖参访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气氛庄严肃木同时献上花圈 纪念缘报中牺牲的无故民众 G7广岛峰会19号正式登场 为期三天的会期 预计聚焦两个未受邀与会国 俄罗斯和中国 G719号对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展开新制裁 锁定莫斯科获利丰厚的钻石交易 他们希望施压并强化既有的制裁 当然要敦促这个国家 前一天各国元首陆续抵达 美国总统拜登与岸田文雄 先举行会前会 谈了一系列经济与安全问题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任何武力改变现状 两人也关注北韩和俄乌战争 不光美日两国表示 会针对台湾问题持续合作 英日两国发布的广岛协议 也提到台海和平稳定 是国际社会安全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在G7领袖齐聚一堂 剑指中国和俄罗斯的同时 中国也不甘示弱 表演者大阵仗出场 西岸的大唐佛容园 在夜晚点起灯光 盛大迎接中亚五国元首 而东道主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西装笔挺 夫人彭丽媛身穿旗袍 亲自陪同中亚领袖 欣赏精彩表演 为了和中亚国家勃感情 习近平发表欢迎致辞时表示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见证了中国同中亚国家 两千多年的身后友谊 首届的中国中亚峰会 十八号在古都西安举行 习近平陆宣和中亚国家领袖会晤 这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三十一年以来 第一次举行这种峰会 如今以本次峰会为契机 正式成立中国与中亚元首会晤机制 往后每两年举办一次 深化彼此的关系 但本次豪华排场不止秀交情 当然也和G7较进异味 对抗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 但曾经的老大哥俄罗斯 怎能缺席 俄罗斯非常担心中国在中亚 就是取代他的位置 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中 确实是他主要经历在那边 俄乌战争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中亚的影响力 习近平顺势接手 专家分析北京这三十年来 不断挖墙角 莫斯科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在场的普丁成了 中亚峰会房间里的大象 中国的外交势力 在习近平的缜密计算之下 一步步向外扩张 三例新闻一路报道 俄罗斯现在正在忙着打战 那么俄乌两军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周旋好几个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面 红色部分是俄罗斯控制区 而黄色部分是乌克兰控制区 粉红色的部分就是俄罗斯战时的战据区 那么乌军现在要重新进攻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说 俄罗斯增强在巴赫姆特的兵力 攻击北方郊区 还在南部的郊区进行激战 那么乌军在北部已经挺进了500公尺 南部挺进近一公里 已经控制了巴赫姆特的南部 那么傭兵团也说 他们部队已经挺进了400公尺 守住巴赫姆特应该是乌克兰春季反攻的 其中一环 那么为了这个春季大反攻 乌克兰也集结了5万多名的兵力 以动态来说 这个乌军开始在往扎波罗勒的地方来移动 机械化旅跟山地突击队 还有空中机动旅都已经进入阵地了 还有中南部的城市 聂伯城有这个国土防卫旅进驻 负责巡异飞弹的发射平台 那么基辅呢持续是被攻击 这个月第九次空袭了 全境30枚飞弹被击落29枚 唯一的一枚飞弹击中了奥德萨 造成一个人死亡 那么曾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赫松 现在也弥漫着一些恐惧还有怀疑的气氛 超过5000个类似的案子 就是通敌的案例被移送法院 左邻右舍都很难相信彼此 叛徒无所不在 比如说有一名47岁的妇人 住家院子墙上写满涂鸦 那他就被说他是亲恶分子 他大声喊冤说自己不是叛徒 邻居说涂鸦是赞仰俄国的统治 另外呢还有这个乌克兰女歌手 疑似拍到爱国者系统炸毁 遭到安全局控诉说暴露防空资讯 最高可能会面临八年的徒刑 那么提到爱国者飞弹 俄罗斯大力宣扬秘密武器匕首飞弹 那么匕首飞弹结果呢 就被这个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打下七枚 普丁立刻想要抓间谍 于是呢就从三名从事因素飞弹技术的专家下手 他们可能会面临叛国罪的调查 那么同僚跳出来听他们说话 说他们真的很爱国 如果被判叛蝶罪的话 那么科学技也可能会引起寒蝉效应 那么现在俄罗斯只要反普丁 就是会背上反战的罪名 包括有一位四度入围奥斯卡奖的俄国导演 还有作家都是被依照散播俄军的假消息罪名 成为通气的黑名单 那么刚刚就提到日本举行G7峰会 神秘嘉宾就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原定他是会以视讯方式跟大家碰面 但是美国媒体爆料说他可能会用其他形式来会面 有可能就是他本人直接出现在日本 这会是战争之后 泽伦斯基首都踏进亚洲 在G7的领袖宣言草案中 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 对俄罗斯来实施最严厉的制裁 那么目前美国最新的方案会把限制战品的关键品项 70个实体列入黑名单 美国还会宣布约300项针对个人实体 还有船舶飞机的新制裁 锁定打击金融服务商圈 那么除此之外 军火也是源源不绝的给乌克兰 像是英国 法国 荷兰 欧洲各个国家 他们就组成所谓的战机联盟 来帮助乌克兰训练飞行官 那么美国有F-16战机 可是目前是不给乌克兰 因为F-16战机属于美方敏感科技 第三番重要的原因 必须要经过美国批准才可以 那么在国会还有盟友双重压力之下 现在拜登愿意开绿灯楼 允许第三个国家出口给F-16 如果是出口给乌克兰 那么就可以是批准的 那么支持美国给F-16的官员 其实他们就说乌克兰如果有F-16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开火击落俄罗斯的战机 不用浪费昂贵的爱国者飞弹 反对的官员是觉得说 俄罗斯有高端的防空系统 F-16被击落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F-16一台造价也是蛮贵的 万一是被击落的话 那损失很大哦 此外欧洲部分要再挪给乌军八套的一些 多管火箭系统等等 那么当然军援非常的多 目前俄乌战争军援最大的进展 就是乌克兰有机会拿到F-16 俄军在树林中匍匐前进 但下一秒 特罗斯士兵不断逃窜 约以为躲到壕沟就没事 没想到 乌克兰军队18号公布的影像 显示俄军犹如一盘散沙 不断在前线战场奔逃 因此乌军奋力挺进 已在乌东巴赫姆特部分地区 推进超过一英里 相当于一千六百零九公尺 气势如虹的态势让俄军溅入泥沼 我 официально всех informирую Бахмут еще не взят Есть квартал, который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амолет Он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з себя неприступную крепость Из грядки многоэтажных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юго-западе Бахмута Там сейчас идут тяжелейшие бои Тяжелейшие Поэтому Бахмут 俄羅斯華格納佣民集團首腦 普里格金坦言 當地戰況相當激烈 旗下士兵也遭遇最艱難戰鬥 因此未來幾天之內 巴赫姆特不太可能落入二軍之手 烏軍不敢掉以輕心 原因就是二軍近來對烏克蘭展開大規模空襲 十八號一夜之間 對機俯和其他地區發射三十枚巡弋飛彈 但有二十九枚被烏軍防空部隊擊落 烏軍在戰場上奮戰 但居然有自家人疑似做出通敵之舉 眼前這名黑髮女子是烏克蘭歌手沃羅諾娃 在Instagram發布了一段 基辅的愛國者防空作戰影片 發文還提到自己的具體位置 被大批網友圍剿 但其實根據烏克蘭檢方資料 全國有超過五千件類似事件 各地都有人到處宣揚俄羅斯的好 像是城市二占領區的烏南城市赫松 當地就發現有多達一千一百四十七人 曾參與辦理入俄公投等敵方事務 烏克蘭總統責倫斯基更發下豪雨 除了要擊敗俄羅斯收復屍土 還要解放二零一四年遭病吞的克里米亞半島 他還要親自出席G7峰會 德倫斯基預計二十一號現身廣島 以行動爭取G7領袖們的支持 他在過去十天內已經先後到過意大利 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 確保這些領導人飛往廣島之前 就已經掌握了他的談話要點 為自己在G7的談話打好基礎 除了能參與國際上重要集會 如今久違的F16戰機也疑似有苦 CNN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拜登政府最近幾週向歐洲盟友發出信號 宣稱將允許他們向烏克蘭出口F16 美國倘若真的放行 這對烏克蘭反攻來說 無疑是注入一劑強心針 三例新聞 夜流報導